確實這就是一個政治大於物理學的過程 傅崑奇現在在幹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太可惜 如果只是用花蓮太可惜 全台灣國民黨立委好不好 一個選區一個高鐵站 全台灣的市議員一個選區一個捷運站 趕快爭取 兩兆太少 兩百兆交通建設計畫 直接提案 如果可以的話就乾脆這樣提 也不管財政紀律 也不管中央預算 也不管憲法分紀 這我都可以理解 你連牛頓你都不管也太厲害了吧 沒有錯 牛頓耶 所以我們就用常識 我甚至都不用跟他講兩兆 講兩兆太虛無緹緣 我們講常識 自動車打背站騎到80 你兩秒停給我看你會不會飛起來 會 一定飛起來 兩秒停下來一定飛起來 自動車 對不對 汽車你不要開到 不要說80開到180 稍微超速 你煞車兩秒停給我看 看後面會不會直接把你的後座撞不見 是 那高鐵 哇這個已經太玄妙 哈哈 為了這個 因為我過去 也是在這一個攝影棚 跟 他說技術都不是問題 技術都不是問題 我跟你講 其實 弟兄 寫秘秘密要幹嘛 來來來 這邊我們先上個課 又上課 上課 國中物理 又國中物理 我們找最簡單的 F等於MA 看著范老師教 好 F等於MA你知道嗎 然後A是多少 每小時300 對 每秒41.665 是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 質量 我們是500噸 對 高鐵500噸 然後先送給傅崑奇一些bonus 乘客先不計 500噸 那算起來 做這個牛頓力做工是2000萬牛頓 2000萬牛頓什麼概念你不知道 中國長征一號前一陣子宣佈一個訊息 他說我一個影集做工是133 134萬牛頓 兩個影集可以發射一個火箭 如果傅崑奇科學家能夠兩秒鐘停下高鐵 他可以去中國發射七支火箭 傅崑奇 傅崑奇 等待會來 等一下 我要把這個殺豬要七個長吹 要七個火箭頂在高鐵前面 才頂得住 對 反過來撞高鐵才頂得回去 對喔 我看那個超人的電影 超人去擋那個火車 超人都要撐很久才擋得下來 所以傅崑奇 當人類沒菜你去應該要NASA 好不好 應該要去NASA工作 來 我們講人 我們把乘客算上去 反作用力 假設60公斤的乘客1000個 那這樣子的話 反作用力是2000萬交耳除以60乘以1000 連交耳你都講得出口 你確定是3Q嗎 你背後是有一個拉鍊 拉鍊出來是王一川 所以我們在那個高鐵上面的人 會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會有347秒平方公尺的反作用力 對啊 音速是多少你知道 340 所以在上面 每個人都會經歷超音速的過程 合理喔 傅崑奇 我都不要講兩招了 人類的奇蹟 我們想辦法要把一台車開到過超音速 人類花了幾千年 你傅崑奇一句話 修改物理公式 直接在人類超音速 這些技術都不是問題 好 那我們講現實面 這個 3Q 我很懷疑你算的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沒有細看 沒有沒有沒有 厲害的 算一下 私訊我 好 繼續繼續 我們播出之後發現算是正確 下禮拜三正好再跟我說些事 是 好好好 來我講我講務實一點 我們要做環境工程評估的話 我們會請專家來說 最近有發生什麼事情 地質資料如何 跟大家講 從兩千年開始 有幾次你知道嗎 兩千年宜蘭南澳 2004花蓮大魯閣 2009花蓮封兵 2013萬榮 2018花蓮市受封太魯閣 2019花蓮同門 這些都超過四百 幾乎兩三年就一次大地震 兩三年一次 然後都超過四百以上 最高的到六百九 這個叫耐震度 對 那是GAL 那你知道高鐵的土建 耐震是多少 多少 四百 就緊繃 也就是說三年以上 每三年就會發生一次 超過你附的這個土建 也就是說 假設我跟你講 我還真的替富坤騎想 他不是說兩秒殺停 這個超科學 不合理 兩秒接收到正坡開始殺停 那我們現在氣象預測 可以做到怎樣 S坡P坡打出來 兩秒內 我開始煞車 但是我們只能提前預測十秒 所以八秒後會到達現場 對 所以我再怎麼樣也得七秒搞定啊 你看喔 開始 開始煞車 現在高鐵緊急煞車命令是 九十秒 三千九百八十二公尺 合理啊 九十秒後會停 兩秒內發出訊號 按下緊急煞車鈕 然後滑行三點九公里 一共九十秒 八秒內地震到達 土建沒有辦法承受 碰 對 鐵鬼歪掉 那台列車就叫傷心列車 他的終點站就叫傷心太平洋 你講的重點 你講這種 就現在的SOP是九十秒才能殺停 你照地震波 我九十秒就開到正陽區就下課啊 那台車你不是在車上變成漏將 不然就是開上太平洋 或開到台灣山脈 沒有其他的路 對 你要解釋的是這個 你上一個節目應該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花蓮需要隔壁 希望全國民眾幫我們支持 我花蓮王做很多功課 科技的我 搭物理的我 搭電話搭 拜託大家支持 講一講有道理 情樂一下就好 也不是情樂 我們就支持 你講的有道理 感情願不要講這種物理 數學字不其短 工程做不到 預算沒辦法 然後食物上不是變成肉醬 就是衝向海裡 請問我們要怎麼支持 我們還要開一個節目 大家討論這個方面 我跟你講 傅崑崎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討好 就是他 我坦白講 他就是覺得大家都聽不懂 所以故意要這樣弄 他覺得沒有節目 有這麼多理工男 有蠻多的 我們王毅川中 都在我們這邊 所以傅崑崎這樣子的 這個私宿列車 不只是他要蓋在花蓮 他現在正在帶著 整個國民黨衝向私宿列車 這就是民調夭者主要原因 我跟你講 這幾個人的共識叫做共識嗎 不算嘛 現在問題很清楚 你要切割 孟海跟傅崑崎 沒有嘛 這幾個人共識 他們可能之間有一個默契 但是他可以代表整個國民黨團 沒辦法 所以朱立委員說 目前我們要尋求共識 智庫也出來說了 賴斯堡也出來說了 王毅也出來說了 很多人出來 還沒有共識 我們還要在內部討論 對不對 雖然很久沒來 我還是要幫傅崑崎說幾句話 你還要幫傅崑崎講話 另外的講話 好 大家先聽一下嘛 對不對 剛剛傅崑崎 因為大家傅崑崎態度現在是 明知山有虎 偏往虎三行嘛 對 明知山有地了等等 很多很多的原因嘛 但是大家先看一看 他剛剛被很多物理原則公式打臉對不對 但是他希望被打臉又怎麼樣 他政治的實力上達到 他今天他只要喊出來這句話 他今天不是閒人 他還是聖人 為什麼這句話 用古人的一句話來證明他 大家去看一下 剛剛是物理教學 現在是中文 古文教學 張帶的世術域裡面有提到 知其不可為而不為 閒人也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聖人也 對不對 今天就算 口體性評估 風險評估說 可行或不可行 他只要跟花蓮鄉民說 我提了 他要展現他什麼 破譜成這種決心 他已經達到了 因為今天不管過不過 確實要不然有沒有三讀通過 你不是聖人就是閒人嗎 對不對 所以緩緩真的不是問題 問題也不大 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智庫的態度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從過去 我們民調反感度那麼高的情況下 我們不是總之說 我們上就大家一起上 下車就大家一起下 不是 我們不是要這樣子 我們是要告訴有一個正當性 下車的正當性是什麼 今天智庫很好的扮演一個消防員 救火的角色 國民黨智庫 需再評估 他說財務工程技術環境 都還需要再評估 所以這次可以再緩緩 這件事不是要救傅崑勤 因為傅崑勤他不是聖人就閒人了 那要救那些 在罷免明年 明年二月可能會罷免的立委 因為今天如果真的要表決的時候 他們敢表決嗎 我今天把那麼多的國家預算 花在花東那邊 那我地方怎麼辦 你們是屈立委員的話 你怎麼對你區域的選民交代 你說業員之壓力很大 需要壓力很大 表決他敢舉手嗎 除非今天是黨團下令或是假動 黨紀處分 你不表決的話會怎麼樣 但今天看起來我們為了要 把自己洗白一點 所以我覺得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緩緩 是可能是有可能去發展一個趨勢 對 再有說接下來 因為很多人提什麼罷免嗎 要罷免我們誰誰誰哪些例子 我們就不提他們名字 但我覺得剩下在明年二月一號之前 還有八個月的時間嘛 對不對 我覺得國民黨 為什麼我們要先很多爭議性 反正先讚眼 我就是很有美感的 因為等於說我們可能那時候 在國會改革無法裡面 可能在民眾支持度 可能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你要用一些 解釋清楚的機會 我覺得這裡面 不是業員之爺 不是羅庭文 這些區域立委的角色很重要 是我們國民黨 那不分區的十三位委員 他們角色很重要 因為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常常在基層被問到說 這到底是立法院黨團的意思 還是黨中的意思 因為很多黨中的回應 都是在立法院的總召或總幹事 幹事長他們出來說話之後 國民黨黨中才出來 嗯嗯哦哦沒有 嗯哦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才來回應嘛 所以我覺得這十三位 不分區你們很重要 因為你們不用被罷免 你們就應該在黨團 討論的時間裡面 充分表達黨中的理想 你說不分區 這首角色就出來了 當然一定很重要啊 你要去拉住 總召也好 那些在提案 搶著提案的人的腳 哎拜託不要啦 我們幫我們黨中央想想 幫這些要被罷免的立委想想 真的 這時間 這十三部分區很重要 因為你不用被罷免 你就應該跟黨中央溝通 然後在黨團開會時間裡面說 哎我們黨中央有溝通過 應該往這個方向去走 會比較好 對不對 這時間還有八個月 所以我覺得袁之啊 羅廷偉啊 那個偉翔 也真的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葉袁之超擔心 我們一定幫他的嘛 我們就是幫他 去按讚罰免的群子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啦 我們還有八個月的時間 我們應該還有機會來洗白自己 我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 legitimately 好 你 我的頭 好